你回家等她的电话的时候 已经在心跳那种感觉 如果这个正常男孩子 看到那些东西的话 你敢不敢来 一代巨星梅艳芳 在1963年10月10日出生 至少在黎院表演 1982年正式加入乐坛 一生获奖无数 拥有百变天后称号的她 所推出的唱片超过40张 参与的电影亦超过40部 她在演艺事业上 每次的突破都为本地乐坛 开创出新景象 令人争相模仿 我的外表跟外形 跟我的内在是两回事 我的内在是很传统的女人 我希望我的爱情是一生一死的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 fashion 很喜欢走在时间的尖端 所以我看很多的书 我看好多的东西 有时候我会参考一些 我觉得做艺人的外形 其实就是外形外表而已 我从来没有给人家感觉到 我是好女人 所以一些男孩都跑不掉了 我分析我自己个人性格 我是比较男孩子性格 我是坐不定的 你看我一直在坐一直在动 我是坐不停 我不能很熟女的那种 15分钟我觉得很累 没有女人为大花童 然后很糟糕的 反正是 所以人家怎么评价对我来说 不会影响我的生活 我这样 这样我的人生才会有 以后才会有意义 不后悔 我做人从来不后悔 过过的事情都忘了 不会后悔 如果你重新要我再选 你别要 大家都是买 还是很纯真的那种感情 纯真的 真的爱 你回家去等她的电话的时候 一定在心跳 那种感觉 现在不会 爱情 可能我自己缺乏那个信心吧 我没有 我对爱情没有什么 太大的 抱着太大的信心 我有一只猫啊 跟着我十几年 我开心不开心 她都知道 比如说 Bibi不经常不开心 很多事情 她就喵 她会回答你 虽然 我也不知道她说什么 可是我觉得 她了解的 写到那个什么大姐大 说我花钱花的大花童啊 然后 说到我差不多每一个月的换一个男朋友啊 如果那个正常男孩子看的那些东西的话 你敢不敢来 就是他对你有好感 他都不敢再靠近一步 然后当然我身边还有一帮損友 就是那些不好的朋友 好像曾志伟啊那些 常常说 哎呀他呀 嫁不出去的了 他呀很花心啊 我每一次有一个比较好的男朋友 他就把人家说到好像小丑一样 结果 吓跑了 我一次曾志伟真的这么说 他说 为什么呢 他说 哎呀 明远方 连你嫁出去的话 我们没什么好玩的了 我是跟他最好的一个玩的对象 所以你放心 你嫁不出去 你姥姥一定有他养你了 最起码成龙啊 曾志伟这群人都会养我 我相信我从来没怕过 希望做一个律师 做一个警察 维持正义啊 那后来 嗯 练书不好 没有什么 呃 练过什么大学啊 小 中学了没毕业啊 那知道 这个是自己唯一一条 一条路 我没得选择 只有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把这个这条路 做得最好 我自己也是蛮喜欢唱歌 在舞台上面的感觉 我觉得我在舞台上面 那种感觉 我有点什么说呢 回家里的感觉 精彩地活过一次 够了 下次不来 真的 不好玩嘛 优优独播剧场——本质 - - 和 优优独播剧场——